明朝十六位皇帝中 有一位非常特别 他就是明宪宗朱建申 明朝皇帝都有不少妃嫔 他们都在年轻貌美的时候进入后宫 一般年龄比皇帝要小很多 然而明宪宗却很特殊 后宫里面年轻貌美的女子 他并不喜欢 反而独宠万贵妃 万贵妃名叫万真儿 出生于明朝宣德五年 比明宪宗大十七岁 更让人意外的是 万贵妃居然与明宪宗的生母周太后同龄 甚至生日可能比周氏还要大 换言之 明宪宗不爱美女 独宠与母亲同龄的万贵妃 这实在是让人意外 那么明宪宗朱建身 为什么会喜欢和自己的母亲同龄的人呢 年幼扶持 朱建身是明朝的第八位皇帝 他是明英宗朱祁镇的儿子 说起朱祁镇 不得不提的就是土木之变 而朱建身的不幸童年 以及与万贵妃的羁绊 也正是由此拉开序幕 正统十四年 也就是公元1449年 瓦剌难犯直逼大同 明英宗不顾群臣反对 执意亲征 土木之变之后 明英宗被瓦剌俘 成王朱祁玉受命监国 同时孙太后又立朱建身为皇太子 十年三岁 为免瓦剌借皇帝的名义 遍开官房 更为了避免国武长军 于谦等大臣 纷纷与皇太后商议 决定拥立皇帝的弟弟 成王朱祁玉为皇帝 姚尊英宗为太上皇 于是朱祁玉登基 改元景太 视为明代宗景太帝 但孙太后有一个条件 百年之后 朱祁玉还要把皇位还给朱祁镇一脉 所以当时年仅三岁的朱建身 被立为了太子 英宗被俘的时候 朱建身只有两岁 他根本不知道 自己的命运一夜之间 发生了如此巨大的转折 可是身边的孙太后目睹土木之变 深深地为朱建身担忧 为了防止野心勃勃的朱祁玉 加害朱建身 他便将自己贴身的宫女 一个叫做万真儿的女子 送到了小太子的宫中 让她去照料保护这个可怜的幼童 这个聪明的宫女不是别人 正是后来让宪宗迷恋不已的万贵妃 景太元年六月 瓦剌前使与明朝一和 表示愿送回英宗 景帝律籍皇位不保 不愿接回英宗 在于谦的劝说下 不得不将英宗接了回来 但明显没有交还皇位的意思 他不但将英宗软禁起来 还希望自己的儿子朱建继 能够取代英宗的太子朱建身 成为皇位的合法继承人 景太三年 朱祁玉终于下定决心 废除太子朱建身 立自己的儿子朱建继为太子 当时朱建身年仅五岁 没有犯过什么大错 就成了废太子 对此 朱祁玉的皇后汪氏倒是很仗义 她看不惯朱祁玉的做法 出言反抗 朱祁玉一怒之下废了汪皇后 将其打入冷宫 没想到第二年 朱建继就夭折 当时被追封为怀宪太子 自古以来 废太子的结局都是可怕的 若废太子还不是皇帝的亲儿子 那结局将更可怕 当年 宋太宗赵光义继承兄长的大卫 他的哥哥赵匡印的两个儿子 一个离奇死亡 一个自杀而死 历史的教训摆在面前 不得不让后人心惊 朱建绅从当朝太子骤然降为宗室子弟 这种打击 对一个五岁孩子来说 是异常残酷的 朱祁玉把朱建绅身身边的宫女太监一一送走 最后 那个叫万真儿的宫女独自留了下来 当时朱建绅的嫡母前世和生母周氏都去南宫陪朱祁镇了 朱建绅身身边亲近的人 除了祖母孙太后就是宫女万真儿 但孙太后为了保护朱建绅 不敢对朱建绅有太多的情感流露 因此在朱建绅一生最昏暗的时刻 能和他共渡难关的只有万真儿 世界上最著名的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研究证明 三到六岁期间 是一个孩子极易产生恋母情结的时期 因此 长期和万真儿的相处 让朱建绅对万真儿有了特殊的情感 根据现有的史料分析 朱建绅被废后 由于太过压抑 所以性格非常孤僻 他不怎么说话 而且落下了口吃的毛病 一生都没有改掉 他这种独特的经历 让他看淡了事态炎凉 小小年纪或许早已心如死灰 万真儿毕竟是罪臣之女 他经历过一次磨难 知道该如何守住这孤独 他在无微不至照顾朱建绅的同时 还给朱建绅灌束坚韧不拔的思想 朱建绅在万真儿的照顾和影响下 渡过了那段昏暗的岁月 立为贵妃 景泰八年 公元1457年 朱祁玉病重 由于他的儿子朱建绅已经早邀 大明王朝的未来陷入未知 当时大臣们建议重立朱建绅为太子 遭到了朱祁玉的否决 正月十七日凌晨 以石亨、徐有贞为首的投机者打开了南宫的大门 扶持太上皇朱祁镇重新登基 史称夺门之变 明英宗父位 费景帝为成王 是年改元天顺 连朱建绅的名字都改 改为朱建如 并立他为皇太子 没多久明景帝病逝 英宗给他个恶事 叫利 不但如此 连早已夭折的淮宪太子朱建绅 都被追费为世子 直至明朝灭亡 都没有再承认过这个太子 朱建绅的太子之位 失而复得 天顺八年正月 明英宗病重 几位日 皇太子朱建绅在文华殿设政 二月二十三日 明英宗驾崩 以亥日 皇太子继位 此年 改年号为成化 三月 尊明英宗皇后 为慈役皇太后 其生母周氏为皇太后 此时两位太后 已经开始紧锣密鼓地 准备给朱建绅挑选皇后 就朱建绅自己而言 自然是希望立万真儿为皇后 但是万真儿只是一个宫女 而且又年长朱建绅十七岁 自然是当不了皇后的 而且明英宗在生前 就已经给朱建绅定下了一位合适的皇后 一位叫吴郡的指挥使的女儿 吴氏 不过即使不能立万真儿为皇后 朱建绅依旧给了万真儿极高的位分 那就是贵妃 而皇后吴氏 性情较为刚烈 万贵妃因为朱建绅的宠爱 一向不把他人放在眼里 于是多次与吴皇后顶撞 出言不逊 而吴皇后 因为万贵妃的出言无状 便换来宫人 将万贵妃打了板子 以便叫万贵妃知道规矩 而这件事被朱建绅得之后 便要废后 而周太后因为宠爱儿子 便只得同意 至此 第一位皇后吴氏 在做了一个月多一点的皇后之后 就因为得罪了万贵妃而被废后 也是冤屈 而朱建绅的第二任皇后 便是王氏 显然王氏要比自己上一阵懂得隐忍 她对万贵妃的嚣张 对自己的不敬视而不见 也不与万贵妃争宠 不度不争 朱建绅登基的第二年 已经被册封为贵妃的万贞儿 生下一子 这是朱建绅的长子 朱建绅欣喜若狂 并承诺将来立这个孩子为太子 不料天不遂人愿 这个孩子只在世上 仅仅存活三百多天就夭折了 此时的朱建绅 虽然只有二十岁 但万贞儿已经三十七岁了 她很想再怀上孩子 但未能如愿 成化二十三年正月 明朝最著名的皇贵妃万贞儿去世 终年五十七岁 终其后半生 未能再生下子嗣 万贵妃去世 朱建绅肝肠寸断 悲企曰 万事长去了 我亦将去矣 七个月后 朱建绅育育而终 年仅四十岁 人物争议 根据明史《万贵妃传》记载 万贞儿经历丧子之痛后 一旦发现皇宫里其他的妃嫔有孕 都想尽办法对其下毒手 以至于成化皇帝很长时间都没有子嗣 朱建绅林姓了纪氏 万贵妃知道后大怒 命人去给纪氏下剁胎药 纪氏人员好 派去的人回复说是肚子里生东西 不是怀孕 于是万贵妃把纪氏打入冷宫安乐堂 纪氏在冷宫偷偷生下孩子 万事知道后大怒 命令太监张敏去杀掉这个小皇子 张敏是个有良心的太监 见到纪氏无辜 又想到皇帝无子 想为皇帝保留一点血脉 于是放过了纪氏和小皇子 之后纪氏在张敏 还有废后吴氏等人的帮助下 偷偷把这个孩子养大 也就是之后的名孝宗 在纪氏被接入宫中之后 万贞儿又因为嫉妒 杀死了纪氏和太监张敏 而且据说 明孝宗出生时头顶就凸了一块 也是因为万贞儿给纪氏下毒所制 不过在明朝的史料 《献宗十路》里并没有相关的记载 《献宗十路》里列举了万贵妃的几大罪 专宗、奢侈、所用器物建阅了他的级别 提携他娘家人 勾结外臣企图干涉朝政 但是并没有逼有孕的妃嫔打胎 毒害皇嗣、害死济氏这几条 《献宗十路》是在孝宗时修传完成的 如果万事真的干了这些事 孝宗岂能放过这个 差点害死他又害死他亲生母亲的仇人 史册上又怎会是这几条不痛不痒的罪过 把他从万寿山挖出来都有可能 又怎么会让他舒舒服服地跟献宗合葬在一起 由此可见 万贵妃可能的确不是什么贤惠之人 但也绝不是如明史记载那般 心狠手辣 明代中后期的皇宫 有许多诡异难解的事情 那里的皇帝、太监、女人和大臣 不断上演着离奇的桥段 不过要说最具传奇色彩 最令人匪夷所思的人物 明熙宗的奶妈、且世当算一位 众所周知 这位且世是明熙宗朱游教的奶妈 据说朱游教刚出生 选奶妈喂奶的时候 好多奶妈她都想不中 又哭又闹 伺候的人没办法 只好到处搜罗哺乳期的妇女 给朱游教尝试 说来奇怪 只有当年18岁 刚刚生了孩子的且世 给朱游教喂奶的时候 小朱游教这才不闹 偏偏认他 由此开始 且世便和这位不受待见的小皇子 结下了一生的缘分 直到二人死去 才彻底结束 容宠一时 且世 原名且印月 又名且巴巴 河北定兴人 明朝皇帝明熙宗 朱游教的儒母 被封为 奉圣夫人 且是 原为定兴县 侯巴尔之妻 史书上记载 他姿色妖媚 为人狠毒残忍 生性淫荡 18岁时 入宫成为 朱游教的儒母 朱游教 是当时太子 朱长骆的长子 朱游教的生母 王室 在万历朝 是皇太子朱长骆的才人 万历47年 王才人逝世 念及皇孙朱游教又小 万历帝 让朱长骆的选侍 李氏 抚育朱游教 当时有两位姓李的选侍 为了区分 时称东李 西李 照顾朱游教的 就是西李 这位李选侍 虽说是朱游教的养母 但实际上 他也没给朱游教 多少关爱 生母早逝 与养母之间 又没有什么感情 因此 年幼的朱游教 只能将对母亲的感情 全数倾注在 自己的儒母 且是身上 太昌元年 九月 刚刚登基一个月的 明光宗 朱长骆猝死 年仅15岁的 朱游教登基 朱游教 刚登基不到一个月 就封 且是 为 凤圣夫人 与此同时 受到明西宗宠爱的 还有历史上有名的大太监 魏忠贤 他的儿子侯国兴 弟弟且光仙 即魏忠贤兄 魏昭任命为锦衣千户 按理来说 此时朱游教 已经登基为帝 儿时的儒母 自然不应该再留在宫中 即便要留在宫中 也要按照宫中惯例 居住在宫女 儒母等居住的西二所 天启元年 西宗下诏 赐且是香火田 续魏忠贤 至皇祖陵宫 御使王心一见 西宗不听 天启元年二月 西宗大婚 娶了张皇后 御使毕左舟 刘兰 大学士刘一主 都上书请求明西宗 将且是赶出皇宫 朱游教十分不舍 但是在大臣们的压力下 还是将且是放出宫去 但是不久 朱游教便以 镇思且是 朝夕秦室镇宫 位里左右 自出宫去 午膳之晚 同未尽用 木叶至小义气 痛心不止 安歇雾宁 朕头晕恍惚为由 又将且是召回 因为且是不在他身边 让他寝食南安 且是再回宫之后 荣宠更甚 西宗对他赏赖甚后 一次就赐给他人参一代 约重二三十斤 且是夏日怕热 在咸安宫造起大凉棚 西宗赐兵不断 天气元年下 西宗特指允许且是 可随时出宫回私底 此时的他 想尽荣华富贵 应有尽有 为所欲为 且是在宫中 每日接农庄艳抹 来往呈小轿 仿佛嫔妃一般 每次出宫回宅 随行护卫达数百人 宫中内侍要贵寇迎送 出宫后 换成八台大轿 街上还要戒严进行 回宫时 更衍然告命夫人 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势 且是决定找一个盟友 且是先找的是 三朝太监魏朝 两人结为对食 行如夫妻 但是魏忠贤被魏朝带入宫后 且是又和魏忠贤 勾搭在了一起 事情闹开后 还是诸游教断的这场官司 按且是的心意 将他许配给了魏忠贤 魏忠贤阴险浩全 先后将曾有恩于他的魏朝和王安除掉 随后 在且是的帮助下 魏忠贤成为第一宦官 明史中记载 忠贤不识字 立不当入私礼 以且是故 得知 明西宗帝宠信且是 宫中大小事物都有且是掌管 简直就是皇后或者皇太后了 他回到家中 勒令家奴称他为九千岁老太太 每日三次向他请安问好 口称 老太太千岁千岁千千岁 而魏忠贤更是让别人叫自己九千九百岁 以彰显自己的权势 后世一直对朱油教和且是的关系多有猜测 因为且是是唯一一个可以自由出入朱油教寝宫的女人 这样的待遇是连皇后也没有的 但他和明西宗之间除了母子之情以外 到底有没有别的关系 这一点是书上并没有明确的记载 不过在鲍扬生的《假身朝氏小记》这本书中是这样记载的 传为尚辅出幼且先腰上淫宠矣 鲍扬生的记载似乎可以暗示 且是是朱油教由男孩成为男人过程中推开的第一扇门 且是为朱油教在床子之间的男欢女爱中做出了实践性的指导 鲍扬生是清代嘉庆道光间人士 明朝史料 因为清初统治者的查禁多有焚毁 篡改和破坏 到清中起 文网稍持 一切劫后幸存 复辟深藏的材料才得见天日 《假身朝氏小记》就是专门搜集整理明清之记也使文献的成果 关于朱油教与且是是否有私情 以往的叙述藏头漏尾 语言不详 这里头一次完全说破 不过 作者鲍扬生还是实事求是的著名了得字于传说 真相如何 到目前为止谁都无从得知 不过 很多侧面的依据可以作为佐证 且是害怕皇帝的妃子产下皇子 母凭子贵从而得到西宗的喜爱 而使自己失宠 因此且是使用各种狠毒的手段 残害打压妃子和皇子 致使天启一朝中 朱油教生下了不少的皇子 但无一能够长大成人 天启三年 张氏怀孕 这是朱油教的第一个儿子 然而 婴儿未曾出世 即被度火中烧的且是设法流产 正是纪约 三年 后有身 且为尽竹工人一级者 而以其私人乘奉 竞损原子 民间的叙说更具体一些 涉及了守法 天启时 且是以如母善宠 度不容后有子 即章后有孕 且按主工人于碾背时重碾腰间 孕堕 且是派出学位专家 以按摩为名 拿捏关键学位 神不知鬼不觉导致张氏流产 流产时应该已是怀孕晚期 否则不会辨认出流产的胎儿为男性 不仅如此 且是还对张皇后的出身大加诋毁 张氏乃河南降福县生源 张国际之女 虽不出身名门望族 但也是读书人之后 知书达理 端庄文静 入主中宫后 张氏的教养给所有人留下深刻印象 他经常在昆宁宫举行诗歌朗诵会 挑选文会的宫女 吟诗歌妇 粗笔野俗的且是大受刺激 为泄愤且是捏造谣言 称张氏并非张国际亲生 他真正的父亲乃是重犯孙儿 孙儿因为犯有死刑 就将女儿托付给生源张国际 所以张国际将这段隐情不具实反应 犯有欺君之罪 顺天府城刘志选 趁机弹劾张燕的父亲张国际 御使梁梦桓也趁机兴风作浪 幸好明熙宗唯一理智的地方 似乎就是尚存有一份夫妇之情 不至于因完全没有证据的流言而承办张皇后 继皇后之后 玉妃成为又一个怀孕后引起且是嫉妒而遭毒手的例子 玉妃本是普通宫女 因为怀孕竟而受到册封 随即大难临头 史书记载 且是 脚趾将工人尽行平竹 绝食而死 隔其封号 如工人力焚化 此事骇人听闻之处 不在于且是敢于将身怀龙肿的皇妃活活饿死 而在于她这么干了之后 能够安然无恙 朱游教不仅知道此事 而且赞成和支持了且是 不久 且是如法炮制 用同样的方式对承飞又干了一次 脚趾隔风绝食饮 欲如处玉妃故事 先是承飞见玉妃生生饿死 遂平居时 凡瓦砖缝之中多暗序食物 至此暗得窃食数日 姓且是逆贤怒少解 使退斥为工人 迁于前夕某所居住 仅仅得幸存 以上是后非一级人物 身份低一些的更不必说 躺被朱游教欲信过 或引他注目的 多为且是加害 此外冯贵人等 或绝食 勒死 或趁其危急而暗害之 杨连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 其中第九条罪状是皇上不能保其妃嫔 第十条罪状是皇上亦不能保其第一子 都是他与且是联手造成的 结局 1627年 23岁的朱游教落水后身亡 同年11月 新军朱游俭一举粉碎魏忠贤集团 且是被奉旨积押审问 后由前亲公管室赵本正执行痴刑 且是当场活活打死 焚尸后错骨扬灰 纵观且是这一生 没有名分却依旧活得异常精彩 在整个天启朝廷硕大的混乱黑暗中 他算不得台面上重要的人物 但却是幕后至关重要 承上启下的特殊环节 如果没有他 整个万民历史或许都会被改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